在进行深度测试之前 声明一下 我个人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嘎电池的 接上期视频 这个嘎了电池的15PM256 这里开卡的 然后很多人担心 它会不会艾丝沙漏变红 不绿 或者说是测机不通过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嘎完电池 它到底艾丝还绿不绿 包括我们还要测试一下 它和44PM相比 它这个读卡 信号之类的 这个卡槽 开始 供电零次 电池100 15PM256蓝色 看看燕机报告 这是一台油锁的 电池 它是搬了电芯的 电池创号都是一样的 德赛的 现在看一下沙漏 还是这台机 15PM256 太金属蓝色 正常零售机 电池 串号 都是绿的 原来它这个电池 给它换掉了 然后里面的这个电芯的排线 都是给它照搬过去了 所以它的碍事沙漏 都是绿的 按照超做14PM的解锁流程 来走一遍 把手机卡和卡贴 缺角对缺角 放在正面 小白卡 放在背面 好 现在已经出现两个信号 搞这一点取消 它上面已经开始出现两个信号 可 中国联通已经出来 直接在设置里面 找到蜂蜂网络 主号这里 数据漫游打开 LTE已经出来了 就剩一个加载IPCC的步骤 现在已经是中国联通5G 目前解锁的情况来看 和14PM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用这台 开了卡槽的15PM 来测试一下 打电话和上网 您好 欢迎组件中国联通 OK 没问题 看一下网络 还是比较OK的 在设置里面来确认一下 这是一台 15PM 15Pro Max 256G的油锁 蓝色钛金属 在毫米波下面开槽 噶电池 给它换了一块 异性电池 这是原装的电池 还给它 让它以后有用了 继续用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